就暂时先住在这吧 去一趟医院身上都是消毒水 看来今天是没法在床上睡觉了 我老我 我老草生的牛 路姐最近是不是很忙啊 这么多要醉 她的心意 承尤在这时收到鲜花 是她的相亲对象送的 她的师兄朴信南约她吃饭 钱衡屁颠颠地跟去了 朴信南一开始就提出自己的想法 说女孩子要回家务 并且要有自己的事业 这样可以分担她的压力 钱衡一听就乐了 满脸都是 你是个什么东西 还敢要求这么多 相亲对象对钱衡说 你是不是也喜欢承尤 如果不是话怎么那么多 钱衡说我就是 她男朋友 在一旁的承尤震惊了 钱衡对承尤说 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做你的男朋友 我真的是认真的 并且列举了一系列优点 说是学历黄金单身汉 她和她妈一起掉水里 一定先救承尤 承尤笑着答应 并且点起脚亲吻了钱衡 二人正式开始了约会 承尤拟定了恋爱条约 钱衡试用期一个月 在他们商量 要去哪里玩时 钱衡说 只要和你在一起 两人正式开启恋爱模式 钱衡每天看着承尤心里美滋滋 上班的时候 钱衡总是找借口和承尤接触 两人在背后偷偷撒糖 下班后 承尤和钱衡一起逛超市买菜 一起出门约会 每天都沉浸在甜蜜的生活中 钱衡的母亲得知两人的喜讯 拉着承尤爱不释手 律所的工作更加忙碌 钱衡有时候半夜才从公司离开 然而不管钱衡回去多晚 承尤都会在家里等着她 并且做好她喜欢的饭菜 这让钱衡感觉非常温暖 她越来越喜欢这样的生活 钱衡和承尤 两人正式同居 不再分房 承尤害羞叫钱衡老公 两人一瞬间都羞红了脸 随即钱衡拉着承尤狂吻 钱衡和承尤的热恋生活 两人实在是太甜了 怎么了 那要不要我帮你洗啊 好啊 你别